来看看线上的媒体从业者以及媒体系教授如何看待百格时事 我们你看以前人家说 怎么CD出来了就不会有人听电台 电台还存在啊 那我觉得说它只是一个更加多样化 百花齐放的一个形式出来 那我觉得在更多选择之下 也对于传统的主流媒体会带来一个更大的挑战 大家只会把东西做得更好 不会有任何的威胁存在的 贴近时事方面我觉得是不用质疑的啦 就是真的有做到媒体应该要有的这个 毕竟是整个时事啊或者体坛啊 或者是娱乐方面都是最快最新 我反而是期待说可以有一些更劲爆的 或者是平常我们很想知道 但是没有人敢去碰的 就是想看看主持人有没有 或者这个制作团队 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 我们老百姓想要知道的一些事实 百科十世的这个诞生 我希望它能够期许它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媒体 甚至说整个华人事件的媒体 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用一些新的科技 那把这些内容呢 再用多元化的呈现方式 给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受众去看去观看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就能够对我们 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人类的这个传播呢 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我对白科十世的期许 传统媒体来说 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被垄断了 就是说在当权者来讲呢 他们就是借用了 我是说传统媒体啦 就是借用了传统媒体来呢 就是说限制于很多时候呢 就只单听到一方面的声音 然后现在呢 我就以刚才你们刚才 历正在呈现的那个Hudu Story 然后你们比较很大胆的 就是两方面就把你们放在那个平台方面 由你们各自发挥 由公众来做评审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新的一种作风 以前我可以说几乎是看不到的 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主流电视台吧 一个主流的新闻台 就像比如说Channel News Asia这样子 就只专做新闻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本地的新闻 毕竟在电视这一方面的新闻电视 还是不够的 百隔时事在今年7月21号正式推出以来 不断创新求变 三个月视频浏览量超过150万次 除了固定的新闻播报 还有每个星期三激发思维的直播节目 百隔大家讲 11月26号的仪式 也推荐了百隔时事的手机应用重视 Android用户可以到Play Store 搜索百隔时事或Pocket Times 住哪子 Sco différente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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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